這個我們在等行人 後面等不住逆向直接超車 他的事業員林怡婷 在議會質詢 秀出好幾段 交通違規影片之一 白色小貨車要迴轉 根本沒開到路口 還有駕駛人 等不及前方的車輛 直接就逆向超車 來 鬼切 以為路是他們家開的 那這個是牽涉到 每一個民眾的行車習慣 來的水準 我想以我們立場 我們一定該開法就要開法 這位機車騎士 在這個十字路口過馬路 直接就橫切左轉 轉彎的幅度很大 看起來相當危險 還有騎士連方向燈都沒打 直接就轉彎 議員會特別拿 交通亂向出來質詢 主要是因為這個月28號 台南就要試辦 不強制機車兩段式左轉 取消內線進行機車 擔心到時候交通可能會更亂 試辦期是六個月 不過我們當然會每個月檢討 這個市民朋友使用的情形 跟事故的狀況 這次試辦的路段選在 中西區中正路 湯德彰公園到康樂街 府前路南門路到 中華西路這個路段 議員擔心如果沒有做好 安全宣導規劃 像這種鬼切行為 可能會常常上演 再過兩天試辦就要上路 考驗騎士們的騎車習慣 三線網上 隨著